黑豹旗三十二強戰 上屆亞軍古堡加商 對上社團性質的喬太高中 可是完全不留情面 先發投手李慶龍 投了兩局解決六名打者 尤其二局上更是用連3K 演出三上三下超威風 先發沒被敲出安打 還送出四次三陣 接替投球的曾宥睿也很強悍 兩局4K合力封鎖喬泰打線 強權古堡投得漂亮 打線也沒話說 局局都有得分進場 三局打完就拉開到10比0的大幅領先 進入四局下 活力持續放鬆 五隻安打串連 加上兩次保送 整整打了十個人次 進場六分大局 古堡團隊14隻安打裡頭 又以第四棒的蔡佳彥 四打數三安打最為亮眼 一路受到壓制的喬太 五局上也沒能打破鴨蛋 進場分數 古堡就以16比0 扣倒銀球前進16強 至於另一場號稱社團小霸王的高雄高攻 三十二強碰上廉家子的東大體重 也沒轍了 東提火力完全不給任何機會 前兩局就取得10比0的大幅領先 對手完全看不到車尾登 尤其三局上半打線炸裂 單局14個人次海關十分形成致命大局 加上最後任頭首高少偉 K公了得 三局下兩出局登板 直接早安午安晚安三球三陣 跟雄公說再見 東提三局20比0 提前結束比賽帶走勝利 外題新聞綜合報導